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人到老年之时,是去住养老院,还是跟孩子一起住? 曾见过一个调查的数据 基本上80%的老人都想跟孩子一起住 而剩下那20%的老人却想自己住 或者搬去养老院 在当今的社会里面,其实这种选择是多见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这并非是选择 而是生活的逼迫和无奈 人到老年,你说在人健康的时候能蹦能跳还好 可要是说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身体出现什么状况 那么只会是无路可退,毫无选择的余地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人老了,自然就由孩子来照顾 不然养孩子来干什么呢? 这个问题,应该说是说到了这个时代下每个人的痛处 想想看,如果你的孩子有本事,有实力 自然就不用太过在意钱财的花费和护工的雇佣成本 可要是孩子的经济能力差了点,甚至还需要你来救济,那怎么办呢? 曾有人说过,养儿防老就是拿自己的未来在赌 不管赌的结果怎样,最后都没有得意者,只有痛苦者 很现实的一番话,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在矛盾的生活中,如何才能解决老人的归宿问题,确实值得人去思考 那么,不妨看看这三个老人到底是怎么说的? 甘阿姨,人到老年,我选择跟孩子一起住,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甘阿姨今年六十五岁了,已经退休好几年了 前段时间,她和老伴一同从老家搬到孩子家去住 甘阿姨的孩子,她是某大型私企的经理,虽然平时应酬较多,很少回家 可她的家是一套富士,面积够大,客房较多,足以让一家七八口人在这里住下 刚开始,儿子叫他们来城里住的时候,甘阿姨还不好意思地说 怕俩老人家影响了他们年轻人的婚姻生活,也怕滋生不必要的矛盾 可在儿子的要求下,甘阿姨还是搬了出来 到了儿子家后,她还跟儿媳孙子说 家庭的大小事物,都由做婆婆的来承担,不想给他们惹太多的麻烦 在一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甘阿姨感觉和儿子媳妇相处的还不错 也许是因为他们之间互相迁就的缘故,所以这个家的矛盾不多,反而挺和睦的 不仅如此,甘阿姨逢人就夸赞她的儿子孝顺,她的媳妇董事,她的孙儿乖巧 反正这样的感情,并非是庄的,而是来源于她的真情实感 所以说,甘阿姨常说一句话,当人去到一定年纪那,还是跟孩子住最好 既温暖,又能享天伦之乐 杨大伯 人到老年,我宁愿去养老院,也不想看别人的脸色做人 杨大伯是我的某个远房亲戚,今年他已经七十四岁了,老伴去世得早 所以只有他一个人在老家居住 前段时间,因为下大雨,杨大伯的老房子坍塌了 没办法,他只能跟儿子商量,到底去哪住 儿子看起来挺孝顺的 他说,爸,来我们家住吧 虽然我们家不大,但是有阿丽照顾你,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 老人家听到这样的话,其实特别开心 在他看来,自己能养到这样一个孝顺的儿子,真的是三生有幸 在儿子家住的那段时间里面,杨大伯发现,不管自己做什么,媳妇总是给自己脸色看 甚至他还向丈夫倾诉,说杨大伯习惯不好,弄得家里脏兮兮的 要知道,杨大伯有一个习惯,那就是辣鸭子 也就是这个习惯,不仅引来了一大群的蚊虫 更把儿子和媳妇的衣服给熏黄了 夫妻俩人看到这样的状况,不敢开口说什么 只能摆出脸色给杨大伯看,让他能够知难而退,少弄得家里鸡犬不宁 看到儿子媳妇两人这样的态度,杨大伯其实心凉了 他便跟儿子商量,说能不能让他去隔壁小区的养老院 自己不想再烦扰他们夫妻两人了 儿子听到这样的话,他其实是特别开心的 可他还是假装挽留父亲 而父亲知道儿子的想法,也就不想让他难堪 干脆过几天就搬到养老院 所以,在养老院生活的那段时间里 杨大伯常跟我们这些亲戚说 一个人来到这里生活,虽然孤独了点 但说实话,看别人的脸色做人,我实在受不了 张沈,人到老年 我只想跟老头子回老房子那边,过二人世界 张沈是妥妥的城镇退休老干部 她的老头子和她是一个单位的 所以说,他们俩的生活水平不高 其实也不低,属于中等水平 但至少可以衣食无忧 当他们俩退休之后,他们便在烦恼一个问题 那就是去哪里养老比较好 他们有三个儿子,每个儿子都在城市买了房 其实都能让张沈夫妻俩人过上城市人的养老生活 可张沈和老伴商量许久后 便决定,过段时间便回到农村老家的老房子去住 就算那里居住环境差了些 至少也能得个安乐和自在 这三个儿子,其实他们不想让自己的父母去遭这个罪 所以他们便商量,想让父母轮流着到每个人家去住一段时间 不至于让某个人负担太大 可张沈是这样回应的 他说,人老了,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了 到了这个年纪,最想做的事 那就是和老头子过过二人世界 少点喧闹,多些安静 他们的儿子拗不过他,只能顺从了父母的意愿 当张沈搬回老家居住后 其实他的人的心态和状态也变了不少 颇有些返老还童的感觉 也许,这就是人对自由的向往 写到最后 人到老年,我们到底是跟孩子住 还是去养老院 这个问题,确实难倒了不少人 但是,有一点确实要肯定的 那就是要看自己家庭的经济条件去养老 就像一些家庭 他们的孩子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钱 那么父母也应该要懂得他们的难处 能与他们各自生活,那就各自生活 如果家人与家人之间容易产生矛盾 或者说本就有难以调和的过节 那就别凑在一起了 说实话,看别人的脸色做人 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很多时候,为何大多老人都想跟孩子一起住 就是在他们看来 养儿防老的传统本质 就是必须由孩子来照顾自己 可是,作为长辈 就该明白 每代人都活得不容易 你的孩子有本事还好 可如果没本事 那么你和他的关系 终究处不好 养老院和孩子的家,其实都是一种选择 说实话,我们还有第三种选择 那就是和老伴回老房子那里居住 虽然没啥欢喜喧闹声 但却多了宁静 多了一种潇洒和自由 人到老年,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去选择养老的地方 因为每个人的家庭环境和背景都是不同的 自然人的养老处境也就不尽相同 每一次时光的打磨 都像是岁月沉淀后的重生 带着焕发一新的容颜 更加坚强地挺立在这尘世间 世界永远是纷繁复杂的世界 人也永远是看不清 摸不透的人 所以,如何在这物欲横流的学会 为人处事 成了每个人的第一要务 望着身边越来越多 可能说话的却越来越少的陌生朋友 望着身旁多是算计的同事 亦或是难以捉摸的上司 我们不禁感慨 那些曾以为是失于远方的日子 原来是种奢望 于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道 大智不群 大善无邦 何惧辜 何惧毁谤 人生就是一场不断经历苦难魔力的修行旅途 你可能会经历千夫所指的谩骂 你可能会经历群体排挤的孤寂 每一次的痛苦都只能由一个人独自面对 你也许会选择放弃 也许会选择心冷 但我们终其一生 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自己不断成熟的内心世界 心宽则天地宽 心窄则寸不难行 当在社会有所阅历后 你会明白 只有经历大智不群 大善无邦的过程 你才会懂得什么才是何惧辜 何惧诽谤的淡然 大智不群 自由主见 俗话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的格局决定了 你和哪些人做朋友 你和哪些人做伴侣 就像一块瓷石 他所吸过来的一切 就是他所需要的 也就是他的同类 人与人的关系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很难 简单在于 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 都需要和人打交道 而难却在于 不是每个人都会接纳你 你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什么是大智不群 就是你懂得筛选你身边的群体和朋友 做白言松口中的人生减法 宁缺无赖 做到潇洒有主见 年少时 父母老师总跟我们说多个朋友多条路 要学会和群这样的不知对错的处事准则 所以 我们因人际关系 总活得不自在 踏入社会后 你会发现 没有人是你真正的朋友 人与人的关系 全是由金钱利益组合而成 没有能力 无论你多和群 都注定被排挤 望着无数和群的小圈子 那些只会吃喝玩乐的情谊 看起来坚不可摧 但终究会因谁付钱 这样的小事不欢而散 有能力的人 不差圈子 也从不加入圈子 一代文豪苏世 不管哪个方面 都依靠自己的主见形式 不然他写不出小周从此事 江海济余生的千古豪言 大智不群 不是说不混迹人群中 而是要懂得权衡利弊 哪些人值得相交 哪些时刻需要不交 收放自如 大善无帮 各守一方 这世界其实很奇怪 有些人把你的恩惠 当成是救命稻草 而有些人 却把你的善心 当成理所当然 你所帮助的人 他们的第一反应 可能会有所感激 可过段时间后 便会得寸进尺 甚至对你进行道德绑架 而那些认为理所当然的人 却更加无情 他们不懂什么是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只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和主宰 无论我们选择帮 还是不帮 都会有一群道貌黯然的人出来指责我们 因为我们的善心 在这尘世上终究不值一提 那么 什么是真正的大善 曾看过这么一句话 红尘末上 独自行走 各自微笑 各自寂寞 一城山水 一段故事 过客匆匆 聚散依依 唯愿 天涯海角的你我 各自安好 真正的善 不是当一个被人耻笑的老好人 而是懂得跟对方保持距离 让对方明白 自己的生活只能自己过 自己的困难 唯有自己解决 什么是受人以渝 不如受人以渝 就是迈过生活大小关卡后的劫后重生 很多时候 我们的帮 不仅会害了自己 也会害了对方 真正的善 是各自安好 何惧孤步 何惧悔 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 上善若水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储众人之所物 顾及于道 居善地 心善渊 与善人 言善信 正善智 是善能 动善食 许多人把人生比喻成茶 比喻成水 到底都离不开一个中心思想 那就是淡然 真正看透的人不会在生活琐事上跟他人较劲 因为他们明白 世道人心 只会越抹越黑 不妨交给时光来公正 身扎大地的老树 不怕风吹雨打 纵身翱翔的秃鹰 不惧长空 人也如此 因为过多的感悟和阅历 终究会成为我们面对外界的一道防线 这世道 人前人后的诽谤和指责太多了 我们无法让对方闭嘴 但却可以让自己闭耳 把琐事当流水 把诬陷当废话 当我们不惧诽谤 便会进入孤步的境界 孤不是孤独 而是学会过自己的小日子 不惧细语携风做小寒 而是选择人间有味时清欢 一个人 一盏茶 一瞬间 一辈子 我们不可能做到 事事顺心如意 也不可能做到 人人相敬相爱 唯一能做的 只是舒心自若 梅花在寒冬盛开 而我们每个人 终究要从脆弱的花孤朵 活成傲雪豆霜的辣梅模样 那一刻 你望着这个世界 只会觉得 淡然才是 也无风雨 也无情的人生智慧 灵妖 邻居陈大伯 前些天被他的儿子和儿媳妇 扫地出门了 如今的他 只能在女儿的陪同下 孤零零地回到乡下 很多人对此就疑惑 陈大伯 今年都七十多岁了 为何他的儿子敢这么不孝 不顾亲情 直接把父亲赶出门呢 其实 这件事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在几年前 陈大伯的老伴 患病去世了 在那个时候 跟母亲特别好的儿子 已然感觉 世上没有亲人了 对儿子来说 他跟母亲关系好 却跟父亲关系不好 可陈大伯 也没有对孩子 有什么抱怨 在他看来 不管儿子做得对不对 也都是自己唯一的儿子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陈大伯的慢性病 突然严重了起来 便住了院 在住院的那段时间里 他的儿子 只来看过陈大伯一两次 而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陈大伯的女儿 来照顾他的 在病床上 陈大伯便在思考 自己这病时好时坏 如果哪一天真的不行了 那自己的财产 又该如何分配呢 所以 他跟女儿说 他希望留一小部分的存款 给他 其余的全部资产 都留给儿子 问他的意见如何 其实 他的女儿也算是较为知足 受规矩的人 他知道自己外嫁了 也就不好意思 说自己的观点 只说父亲感觉分配 妥当就行 02 出院之后 陈大伯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家 跟儿子商量 跟他说 要把家产分给他 希望他能减少帮自己养老的负担 儿子听到之后 其实挺高兴的 在他看来 父亲基本上是把全部的资产留给自己了 包括他现在和陈大伯一起住的房子 因为这套房子 原本就不是他的 而是陈大伯的 只因为他的母亲疼他 所以才叫他搬到这套房子来住 来结婚生子 在一系列的程序后 陈大伯的资产 全部都转到儿子的名下了 就连他的养老金 也都给了儿子来保管 刚开始那一两年 陈大伯感觉 儿子还是对自己不错的 这夫妻俩 每天上下班 都会去照顾陈大伯 而陈大伯 日常也就接接孙儿上下学 这个家庭 看起来还是很和睦的 可是 终究有一天 矛盾还是爆发了 那一次 陈大伯不小心在厕所那里摔倒了 直接就被人送去了医院 医生跟陈先生说 他的父亲 有可能这辈子都要坐轮椅上了 陈先生想了一会之后 便交了钱 雇了个短期的护工 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医院 在那段住院的时间里 陈大伯发现 陈先生夫妇 一次也没有来看过自己 都是女儿和护工轮流地照顾他 03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 陈大伯还是在儿女的陪伴 一段下亮亮呛呛地回到了家 在家中 儿子跟陈大伯讲 希望他能回乡下敬养 陈大伯很不解 这房子本来就是他自己的 为何儿子敢这般开口 叫自己回乡下呢 后来 他才发现 自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既没有钱 又没有资产 一切都给了孩子 他连说话的底气都没有了 而他的儿媳妇 他也不顾情面地说 现在家中的孩子也需要上学 夫妻俩也需要上班 也都没时间照顾公公 公公回乡下 至少有亲戚的照顾 肯定过得比现在要好 陈大伯主着拐杖站了起来 想说什么 可又欲言又止 把话吞了回去 便转身慢慢地回到房间里面 他的女儿知道这个情况后 其实也无可奈何 在他看来 这是大哥的家事 自己作为外嫁女儿 也不好意思干预 便随他的意愿了 当乡下的老房子收拾好之后 陈大伯就被儿子扫地出门了 如此 他只能在女儿的陪伴下回到乡下 孤独地去过往后余生 零四 很多人会说 为何陈大伯不把这个儿子告上法院呢 其实 陈大伯曾这么说过 孩子也不容易 自己也不容易 既然都不容易 那就不难为他们了 有些苦 自己瘦了就好 也别连累后辈 陈大伯的这番话 可谓是说出了 他作为一个老人 一位父亲的心生 可是 这样的心生所换来的 只能是扫地出门的结果 不仅如此 陈大伯每个月的生活费用 还得靠儿子来出 儿子心情好了 自然出得多一点 可如果他心情不好了 也许这个月就得饿肚子了 陈大伯的遭遇 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遭遇 更是这个社会 大多人的遭遇 很多人的老人 他们没有底气 也没有与人谈判的底牌 如此 又拿什么来与之抗衡呢 有一些儿女 不是他们不孝顺 而是他们 也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 去照顾老人 如此 老人为何要那么早 把资产交给儿女们呢 人情是一变的 亲情也有可能随着人情的改变而改变 而我们 不要低估了人心 也别高估了人性 这一切 都是让人感到难测的 对于老人来说 儿女和钱财 到底谁靠谱 这个问题 是一个千古难题 儿女有他们的靠谱之处 也有他们的冷漠之处 而钱财 有他们的靠谱之处 亦有他们的冷漠之处 可是 还是要说一句 终究还是钱财靠谱一点 因为人会背叛你 而钱财 却只会忠诚于你 老年人 可以卑微 但却不能没有了生活的底气 生命的这趟列车里 总有人来来往往 路过的人走了 只是平天一份遗憾 朋友走了 会伤心许久许久 到了父母离开时 我们需要用一生来治愈 本以为这些就是生命里最大的痛 直到爱人撒手人寰 才终于明白 什么叫痛彻心 肝肠寸断 曾经朝夕相伴 后来一拍两散 当初彼此扶持 以后再也不见 茫茫人生只剩归程 偌大的家里只有自己 这种感觉无法描述 只有过来人才懂 也正是因为无法抵抗 许多人才想着随另一半而去 但还是劝你不要如此 因为爱人不会开心 其他的人也不会同意 更重要的是 你的生命并没有戛然而止 属于你的任务还在继续 一走了之 看起来深情无比 实际上也是不负责任 人中有一死 或是在中途黯然离去 或是在最后闭上双眼 无论结局如何 外人都不能改变 只能选择接受 爱人走了 你就哭天喊地 打算结束一切 说明你的生命单薄至极 一个人就足以占据全部 真正有思想又独立的老年人 早就看透了世事 学会顺其自然 坦然而活 他们的生命原本就丰富多彩 不会为了任何一部分的缺失 而随意终止 活成这个样子 才不至于被命运捏住咽喉 也拥有了属于自身的魅力和风姿 希望你也是如此 丧偶并不是生命的终结 只是你全心的开始 人老了 丧偶了 那就这样活着吧 高级又聪明 灵妖 看待世事 带着爱走下去 电影《泰塔尼克号》里 最悲情的一幕莫过于 露丝飘荡在寒冷的海上 终于都等来了救援的信号 他猛烈地摇起杰克 却发现对方已经离开 当时露丝心如死灰 并不打算求救 可是茫然之间 他想到了杰克临终的嘱托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替我去看更美的世界 就在那一刻 他突然燃起了生命的斗志 用最大力气吹响了号角 也因此得救 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漫长的一生里 露丝从未忘记杰克 他缅怀对方的方式 不是随他而去 而是带着他的希望和爱 延续全新的人生 开启富有意义的命运之旅 就是这样的行为 让杰克的爱不断延长 让两人的感情更为坚定 在弥留之际 你的爱人也希望你好好活下去 这是他对于你的嘱托 也是对于生命的期待 千万不要辜负对方 爱人走了 但他给你的爱留永存心间 加空了 但是过往的记忆留在脑海 人生并不是昏暗无比 至少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 在你心里始终温暖着 激励着我们继续走下去 既然无法左右生死 就请带着爱向前冲刺 好好活着 是在满足自己 也是给爱人一个交代 02 善待自己 活得精彩 曾经 我们与爱人朝夕相伴 有爱人的帮助和扶持 日子简单又幸福 后来 爱人离开了你 一瞬间陷入迷茫 不知该如何去做 也担心自己无法承担风雨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或许就是命运在为你掀开崭新的篇章 让你全身心的为自己活着 曾经无法圆的梦 如今可以去实现 当初因为有家而被割舍的愿望 现在也能去追逐 命运未曾优待于你 但我们要学会善待自己 无论外界如何非议 未来如何难以预测 爱自己都不会错 它能让你体验生命中 从未有过的色彩 避免你虚度宝贵年华 纵然这一生极极无名 平凡普通 但我们从未在生命的考验中 败下阵来 我们永远都向前看 这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有相遇的惊喜 也可能会有分开的无奈 如果不曾强求彼此 就能保持顺其自然的心态 活得坦然 老伴走了 对于他来说是解脱 你还活着 说明生命的意义还在延续 好好的活 认真的过 对得起自己 不辜负所有人 这一辈子也就值了 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你是怎样度过的 只有二十岁的我 才走过了一辈子的四分之一 大概还没资格谈人生 艰难是有的 但倒也不敢冠以最高级 二十岁的年纪 还是会被称为小孩子 哪里懂得人生的艰难苦楚 但我想 我懂 我十七岁以前的人生 几乎可以用辉煌来形容 曾经的我是一名国家运动员 十一岁从舞蹈转行至体育 一边读着初高中的文化课 一边跟着国家队训练 十五岁一举在全国比赛 拿下两个冠军 十六岁跟随国家队 拿下团体世界冠军 不是自夸 我觉得挺厉害的 十七岁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会以一名体育生的身份正式进入国家队时 我宣布退役了 教练把我扯到角落 咬着牙关问我 你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我作着鼻涕从包里掏出来一张诊断书 上面写着 确诊为反应性传通性胶原病 罕见遗传病 医生说 我这辈子都不能练体育了 从此以后 我的体育生涯结束了 起初刚刚得病的时候 家里人都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以为只是一场在寻常不过的湿疹 涂点要高就会好的那种 直到后来 我双腿上的伤口开始扩散 化浓 溃烂 所有人才意识到 这是好像真他妈没那么简单 去做皮肤化验手术的那天 选择了橘麻的我眼睁睁看着主刀医生 从我小腿取下一大块皮肤 过了几个星期 我和我妈拿着一纸诊断书 对着一串见都没见过的医疗学名 换来皮肤科教授一句 小妹妹 我们从医一辈子 都不一定碰得到一个得这个病的病人 我猛了 我怕了 教授接着说 体育是肯定不能练了 再练下去 你这个腿要烂了 我只有十七岁 老天爷逼我放弃了 我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难道让我从零开始奋斗吗 回家路上 我妈哭得生死历劫 她抱着手机 给每个亲戚打电话 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哭诉着 我家南南以后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 退役以后的一年里 我没有再穿过裙子 即使是上海四十度的夏天 我依旧穿着闷热的长裤 舞得严严实实 生怕别人被我溃烂的双腿 吓到失声尖叫 生怕有人朝我投来异样的眼光 还有一件更要命的事 因为突然减少运动量 在短短半年时间里 我体重一下子飙升至130斤 就算控制食量 也无法有效减重 一年时间 我就从一个拥有 跟四腰马甲线完美肌肉的女孩 变成一个四肢臃肿 身材走样的丑女孩 我的马甲线人鱼线 早就没了踪影 这样的自卑 持续了两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皮肤溃烂的小孔 开始不再渗出浓水 星星点点的斑巴 远远看来也不那么明显了 十九岁 我凭借文化课成绩 顺利考上大学 成为了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大学生 去年暑假 我对着镜子反复确认 自己的腿不再那么吓人 在网上买了一条XXR的短裙 出门了 一路上 我碰到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孩子 又脸有一块青紫色的胎记 一个吊着工作牌的侏儒女孩 从高档商务楼里下班 在这个世界上 哪有那么多幸运和不幸 那些没有杀死你的 总有一天会成为你强大起来的资本 我把自己的金牌都锁进了抽屉 按时服药 定期去医院复诊做治疗 医生告诉我 只要冬天不再复发 我就痊愈了 进入大学一年后 我拿了奖学金 评了先进 谈了一场恋爱 进了学生会 交了不少朋友 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过 我腿上的疤痕 从头到尾 只有我自己的畏惧 今年夏天 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 我痊愈了 现在的我二十岁 身体健康 学习优异 恋爱幸福 这样一场罕见的 遗传病毁了我的冠军梦 让我变成一个 彻头彻尾的大胖子 我恨吗 当然 可我依然还是要 感谢这场病 我相信现在的我 是更加丰实的 更加坚强的 虽然还是会 时不时翻出 以前比赛时的照片 但我知道 这三年来 每一个深夜 每一场手术 每一次上药 都是在为我助就 属于我自己的盔甲 我们总是要学会 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 现在的我 在夏天能穿短裙 定期进行适量运动 好好学习 当世界轻浮 只有你自己 才是那个救世主 记住 所有杀不死你的 终究使你更强大 社会是现实的社会 而人生也是现实的人生 没有梦幻之泡沫 亦没有理想之完美 只有时而平静 时而奔涌的浪潮 以及三分天注定的命运 人这一生 最难以逃离的 其实就是人情和琐事 在社会的圈子里 我们所遇到的人 不可能各个都是真心相待的 在繁杂的生活里 也不可能事事顺心如意 所以 曾广闲闻有云 人情似水分高下 事事如云任卷书 人与人的感情 就好比时高时低的浪花 我们不知道 别人的心变得怎样 而那些如天边之云 常常变化的事事 我们也无法去改变 唯有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 要知道 世上之人 多是熙熙攘攘 为力而往的现实者 人不能把心过分寄托到他们身上 因为真心容易被辜负 人心也容易伤害人 世上之事 多是难以改变的 你曾以为要掐住命运的咽喉 殊不知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有些事 难做且做不了 有些事 能做却不能随意去做 矛盾现实的生活 其实就是一句话 成事莫说 覆水难收 人事已至此 要想推翻改变 已然无济于事 唯有好好把握当下的时光 谋求进取 才是未来的生机 人情似水 世事如云 俗话说 人情似指张张薄 世事如棋局局心 人情和世事 本就是一亩同胞的孪生儿 他们既好又坏 既顺又抖 成为人这一生之中 难以撼动的两座大山 年轻时刚踏入社会 人往往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的模样 都认为自己的未来 把握在自己手上 所以拼命去改变 拼命和生活较劲 最后不过是两败俱伤 头撞南墙罢了 人不可能凌驾于生活之上 也不可能随意地改变 外界的规则 因为规则就是规则 不能打破 只能顺其自然 你曾以为真情换真情的好友 他在前半场对你很好 后半场却反目为仇 这时候 人倘若纠结下去 就真的输了 要知道 世上知识 没有什么是不变的 尤其是人 他们的情感 最容易发生变化 正如白岩松所说 今天为你点赞 明天为你点杀 落差大到能发电 人的心是最不能平的 你昨日拥有了这一切 可今天又失去了 这样的生活落差 会压垮一个人 那就是心不平 是不平的生活道理 世上知识多发 人应该少点幻想 少点想如何去对抗 而是想如何去理清 自己的命运和生活轨迹 从而在暗中蓄力 等待后激勃发的机会 进而弥补以往的缺憾 生活 本就是事难如意 人难如心 当看清了这层关系后 你会发现 所谓的人情 随缘便好 所谓的事事 随天便好 人不越界 也不对抗 而是随心所欲 顺其自然 成是莫说 覆水难收 什么是成是莫说 其实有两层含义 一曰 是已成现实 人莫纠结 也别计较 而是书心 坦然去接受 二曰 事事无常 人是有常 便是肯定的 唯有跟着命运的车轮去走 世上有个词叫 假如 很多人会在事后感慨到 假如我走这条路 就不会落到现在的境地 可这世上 唯一没有的要 就是后悔要 太多的假如令人惋惜 总认为改变了之前的轨迹 就能改变现在 就像是一个人从家乡到大城市打拼 过得好 他便认为值了 过得不好 他便认为不该如此 这种事是不能假设 也不能改变的 就像是一盆水 你倒了出去 那便是覆水难收了 事事有因 就一定有果 不可能还未尝试 就假设瓜熟地落了 曾锋曾说 物情游刃里 事事起游人 太多的事情 是不游人来决定的 你被调到哪里的分部 去任职 由上司老板决定 倘若不同意 也就只能辞职 没有东西是为了一个人而去改变的 就像是社会的法律制度 没有人会因一个人去更改一条 适合这个人的法律制度 这是不可能的 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已经是覆水难收了 既然无法改变 那便不再多说 因为说多了会伤心 执着久了就会伤身 既然如此 随性 随心 随缘 那便好 谋是在人 成是在天 赵义曾说 到老史之非利取 三分人是七分天 许多事情相遇就是缘分 斩不断 理还乱 当你遇到了一些人 你觉得有些良友相见恨晚 而对于一些厌恶者 你又觉得不如不相遇 可每个人的出现 就是人情之水在浮动着 他们来到你的身边 有可能是伴你一程 有可能是教你一个道理 人与人的相遇 是必然的事 因为人无法回到过去 也无法看到未来 只有在当下生存着 所以面对未知 面对很多事 尽力去做就好 无论成败 也都无怨无悔 慢慢地等待未来的水到渠成 覆水难收 可以说另一个意思就是水到渠成 你把水倒了出去 水流到哪 我们无法改变 唯有随它慢慢流淌 直到去到漫江大河 有人说 岁月漫长 并非非输即盈 所有事都是相互转化的 是一变 人也就会变 人变了 前路就会变 而前路发生了变化 你所遇到的人 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 世间之事 本就是一环仅扣一环的 无论人如何去改变 都不可能推翻前面的环环相扣 因为你的相遇 也将是别人的相遇 个人的命运 不仅是个人的命运 还将是所有人的命运 你改变了自己 他人亦会改变 所以 万事万物都没有回头路 而只有成事莫说 覆水难收 红尘末路 世间之事 看得轻便看 看不轻便散 别把不能改变的事 纠结在自己身上 人是一路 风雨同归 既然如此 那便随遇而安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前进 且不断碰壁的过程 有些人碰得头破血流 而有些人 则懂得迷途之反 可无论哪一类人 都离不开社会的打磨 社会就像是一个杯子 我们则是杯中的清水 我们越争 水中的动静就越大 直到被摇云稀释为止 而不争 却让本就翻腾的水 变得平静 我们也随之沉淀 身处在繁杂的江湖 没人知道外在的环境会怎么变化 也没人知道外在哪些人是有心之人 所以 凡事皆争 则会有枪打出头鸟的风险 待人处事 最离不开的便是权衡利弊 人不能凭着一时之气去行事 很多时候 懂得后退是一种见识 深知不理不争则是一种智慧 老子说 天知道利而不害 圣人知道为而不争 我们不一定要做老子口中的圣人 但可以做自己生活的把控者 把控自己的生活 看起来很简单 可多数时刻却是身不由己 别人的一句话能气得我们浑身哆嗦 别人的一个眼神能让我们心惊肉跳 我们总是在两个极端间徘徊 却很少去做取舍 所以很多时候过得不自在 少征是一种觉悟 从中生发出来的态度 无非是以下三种 多听少征 不理烂人 甘于平淡 人生三态 多听少征 有一句话说得好 两岁学说话 一生学闭嘴 人这一生除了钱以外 最离不开的是什么 便是与人交往 学会如何说话 学会说话 并非所谓的能言善辩 而是无为而无不为 说话 就是在会说的基础上 学会闭嘴 当遇到琐事 遇到心胸狭隘之人 少说自己的观点和优势 以免惹祸上身 遭人嫉妒 曾看到一个刚进职场的小白 名牌大学毕业的他 能力不错 头脑也转得很快 可就是过于多嘴 每一次看到同事埋头苦思时 他经常走到别人身旁去指导 喜欢好为人师 上级和员工谈话时 他总爱插嘴 甚至打乱了会场的秩序 不久 他就被上司针对 被同事讨厌 每个人见到他 就像是看到温神一般 避之不及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他感到十分抑郁 后来 他辞职了 据说他的求职之路并不顺利 多半是因为话说的太多 而不懂得倾听 没了那份做人的礼貌和尊重 人生最忌讳的就是多言 所谓言多必失 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双刃剑 既刺伤了他人 也割伤了自己 老子说 多言朔穷 不如手中 指令发的太多了 别人会不自然 话说的太多了 别人会心生嫌隙 无论哪个时刻 多听少说 是对别人面子的尊重 也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清醒 人生三态 不理烂人 多听少说的目的是什么 除了和对方保持一种和睦的关系 更是为了在复杂的社会里 摆脱一些烂人烂事 无论是多年相知的老朋友 还是带着血缘关系的亲戚 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想看到 我们活得幸福 过得舒适 因为这是人性 每次举行聚会的时候 我们总会听到那些 带着讽刺意味的话语 你说今年赚了不少 我来请客吧 肯定有人会说 吃个饭就像求你一样的言论 倘若我们和他们争执 轻则会让这次的聚会不欢而散 重则会惹上了一些不必要的烂人和烂事 也许他们在背后的添油加醋 我们并不会放在心上 但人言可畏 难以提防 这世上最难解决的一件事 不是没钱 没了钱可以再赚 可人言 却是让人陷入孤苦境地的陷阱 也是最难解决的 为什么我们总说 要摆脱烂人烂事 不是说他们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巨大的伤害 而是那些污垢一直粘在我们身上 眼不见 心也会烦 所以说 人生多听少言 便是要和烂人烂事一刀两断 反过来说 就算我们在言语上争赢了 也没有什么奖励 更会惹得一身星 百害而无一利 一把剑 锋利只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由属于它的剑巧 能拔出剑来抵御外在的威胁 是人之常情 可能收得回去 则是人之本事 人生三态 简单平淡 葛利芳曾说 平淡而到天然处 则善意 人活着本就是一件不轻松的事 不仅要为了衣食住行 而不断打拼 还要处理好工作 以及家庭中的矛盾和关系 当活到一定的岁数 我们会觉得疲惫 除了精力变得没那么充沛之外 最根本的 还是我们的心累了 需要一段休息的时光 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我们的那段休息的时光 大多数是不会到来的 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 而是生活逼得越来越紧 想起以往意气风发的时光 那个志在四方 闯荡的年轻人 变成了只想净守一方的中年人 只想在有限的空间里活出自己 很喜欢一句话 人生最美是清欢 清欢的背后 就是一种言不清道不明的平淡 也可以说是一种人之淡然 潇洒做人 淡然处事 这是许多人的想法 但却是堪比登天的目标 活得自在 生活不同意 淡然处事 外人便会拿软柿子来捏 当我们依旧是一股脾气上来 便和别人去争呢 来得快 去得也快 伤得更快 淡然 明面上是谦卑和低调 可背后却是以退为进的智慧 人字两底 一撇一纳 一撇是向前 而一纳就是后退 向前是生活 向后则是支撑 没有支撑的人字 就根本算不上人字 平淡 是我们顺其自然的态度和选择 一杯茶 也许第一口下去很清淡 可越喝越觉得甘香清润 原来 是我们平淡下的沉淀 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滋润自在 文书山有路 金刚经中有盐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看得见的东西 都是表象 终究是不真实的 一切让人产生喜怒哀乐的东西 都是名相 也是不真实的 这所谓的表象和名相 到底是什么呢 表象 就是看得见的幻想 名相 古人是这么解释的 而可闻者曰明 言可见者曰相 他们 构建了这个红尘俗事 让无数人都在痛苦和快乐当中徘徊 正如西方哲学家舒本华所言 人生就像一个钟摆 欲望满足了就无聊 欲望没有满足就痛苦 为什么东方的哲学 跟西方的哲学 都涉及到虚妄呢 虽然文化不同 但哲学的本质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使人苦苦追求的一切 都是假的 荒诞的 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还要追寻呢 因为每个人都不甘寂寞 总希望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去给单调的岁月 涂抹上鲜艳的色彩 人过五十 你苦苦追求的这些东西 都是虚妄 在执着 只会折损福报 一 功名利禄 皆是虚妄 苏世有言 福名福利 虚苦劳神 叹戏终居 时中火 梦终身 这人世间的虚名福利 都会让人劳苦不堪 只是感慨 人生如白居过细 时光眨眼而逝 你我皆在大梦当中罢了 什么是虚名福利呢 有的人希望赚大钱 有的人希望去到 不错的位置 有的人希望一夜成名 这便是人心深处 无穷无尽的欲望追求 年轻的时候 可以尝试追求名利 因为四十岁之前 需要做家法 到了五十岁 就不要追名逐利了 放过自己 放过人生 这才是做减法的关键所在 有一位为了钱财名利 打拼一生的富豪 在临终前感慨 要这么多钱 有什么用呢 走了之后 就再也不是自己的了 没有人能够带走身边的一切 也没有人可以再活五百年 既然如此 看淡名利 破开虚妄 才是后半生的修行功课 二 生老病死 皆是虚妄 只要是人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 浮如东海 寿比南山 只不过 这些希望都不会成为现实 无数人都会事与愿违 为什么老天不让人事事如意 而让人事与愿违呢 对此 李淑彤先生在临终前 给出了答案 悲心交集 人生 就是悲苦和欣喜所结合的过程 人们心满意足了 自然就欣喜了 而事与愿违 自然就悲苦万分了 有苦 有乐 有顺境 有逆境 才是人生 对于生老病死 我们也该辩证地看待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 生老病死 都是红尘俗世的必然 而从主观的角度来说 我们无法改变现实 那顺其自然就好 上文说过 那些看得见 要经历的事 皆是虚妄 这生老病死 自然也是虚妄 虚妄之所以让人内心纠结 走向崩溃 就是因为我们过分执着 看不开 所以一辈子都过得不够快乐 不够潇洒 三 一切物质 皆是虚妄 最让现代人执着的 就是房子 无数人都为了房子 背负三十年的贷款 到了五十多岁 才能逐渐还清贷款 让这些奔武的中年人 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贷款还完了 儿女长大了 也该买房结婚 背负三十年的贷款了 于是乎 不少人都感慨人生没意义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 背负三十年的贷款买房子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很多人会说 为了把自己所拥有的房子 传下去 说句不好听的话 以当下的质量 所买的房子 能用四五十年 就该烧高香了 又何谈传下去呢 说到底 无数人都被自己的执念给欺骗了 一切物质 都是不长久的 正如范仲淹所说一般 一派青山景色优 前人田地后人收 后人收的修欢喜 还有收人在后头 你所拥有的房子和田地 终究会消失 被其他人拥有 等这些其他人也走了 还有后面的人等着拥有 一切都是循环往复 周而复始的 四 得不到的一切 都是虚妄 人 为什么会存在遗憾 因为自己得不到某些东西 觉得内心不满足 自然就会遗憾从生 满脸忧愁 年轻的时候 我们喜欢某个人 但别人不喜欢我们 所以我们觉得满是遗憾 创业的时候 别人成功了 我们失败了 所以我们满是遗憾 要想让遗憾消失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虚妄二字看懂 每个人都只有一副臭皮囊 终究有老的那一天 又何必为了某个人而执着呢 失败 本就是常态 也不见得成功的人 能够一辈子成功 又何必消极呢 等到了老去的那一天 无论是王侯降下 还是普通人 结果都是一样的 从娘胎而来 到坟墓中去 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一切皆虚妄 何必总劳累 心有春来报 亭中花满园 古人常说 为人处事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一个人 想要在社会中混出头 不仅要凭七分实力 还要凭三分运气 在实力方面 自然要靠我们自己 而在运气方面 难道就要靠天意吗 其实 可以这么说 我们所说的天意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就是外在大环境的规则 就像人与人交往的处事准则 就像社交场上的规律 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三分天 那么 如果人想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 想更好的在社会中混出功绩来 就必须把自己的实力和圈子中的规则结合起来 如此 我们才能事半功倍 让我们的道路越走越顺畅 回到平常的生活中 为什么大多人都感觉自己越过越糟心呢 不是今天被人排挤 就是明天帮人背黑锅 日子成为人的噩梦 生活成为人的痛苦之源 人为何痛苦呢 说到底 还是人看不透这个社会的规则惹的祸 就像有些事 本就不关你事 可你却参与其中了 那么 你将被当作出头鸟 成为众矢之地 如此 真的能过得舒心自在吗 小时候 家中的长辈常跟我们说 人在江湖飘 要想少挨刀 就必须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之中 不要去抵触他 而是要去包容他 接纳他 让他的规则能融入你的血脉之中 所以 人如果生活过得不好 只是因为人没有看清这几条社会潜规则 合不合群 影响不大 最怕人没主见 在社会 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 应该就是站队和合群了 关于合群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是看到别人合群 自己也想合群 如果你真的是社交高手 那么就去合群 成为圈子中的达人 但是 唯一不能做的 就是看到别人怎么做 自己就怎么做 人在江湖 最忌讳的就是人没有自己的主见 只是人云亦云 随波逐流 一个人 一旦随波逐流了 就离失去自我的原则和底线不远了 当自己都迷失之后 我们只会是别人的傀儡 毫无自尊可言 又怎能活得畅快呢 你所信赖的人 也许最想伤害你 古话常说 虎生有可尽 人熟不堪亲 一只生长在丛林里面的老虎 其实是不可怕的 因为它对每个人的态度 都是一视同仁的 而那些和你亲近的人 有可能他们就包藏着想要谋害你的祸心 人 最难看透的 便是人心 所谓虎抱不堪其 人心隔肚皮 谁也不知道 对方心中是怎么想的 谁也不清楚 对方的小算盘究竟是什么 我们唯一知道的 那就是人心难测 需要自保 不管是在职场中 还是在生活里 越是靠近你的人 他们就越怀有不为人知的目的 这种目的 便是他们想要在你身上 所谋求的利益 要知道 人既然是以利益为主的生物 就自然会以利益作为交朋友的准则 面对这些人 你要懂得一句话 在这个世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好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坏 只有有所图谋的靠近和攫取 做人心软是大忌 为人狠心是手段 所谓心软不是病 一软起来就能要了人的命 人在社会中打拼 最忌讳的便是容易心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越是心软的人 越容易被人欺骗 越容易被人套路 越容易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 就像借钱这种事 你本来就没什么余钱 本来就不想借 可对方却打感情牌 想你把钱借给他 到最后 你会发现 自己的心软了下来 而且心中 对他充满了怜悯之情 怜悯本就是人的天性 是好事 可有一点却是要牢记的 那就是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心软 不是所有事都能心软 就像那些害你的人 你对他们的态度 就应该是狠心 对待那些有损你利益的事 你最好的做法 也是狠心 狠心 并非是无情 而是一种处事方式 要知道 这世上想害你的人 太多了 如果自己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 那我们终将会被世道所吞噬 被人心所蛊惑 与其讨好别人 不如做好自己 在网上 有句话说得很好 与其讨好别人 不如讨好自己 这番话 无论放在哪里 都是适用的 很多人就有疑惑 这世上不是有奉承之事吗 这世上不是有 拉关系之行为吗 为何说我们少点讨好别人呢 如果你心中有这个问题 不妨问问自己 这世上有免费的讨好 有免费的奉承 有免费的拉关系吗 这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要知道 如果你有价值 对方就会来 劫难你的讨好 可如果你没有 他们所需要的价值 对方就会把你踢到一边 这一切 就是人生的常态 人与人交往 永远都是利益使然 就像那些走后门的人 他们走后门 也需要付出代价 这种代价 不是身体的代价 就是钱财的代价 社会 总有它明面上的规则 和潜在的规则 如此 身在社会潮流中的你我 就要明白 人不能违反规则 因为我们一个人的能力 改变不了大环境 只有顺应规则 才能明哲保身 日子 终究是我们的日子 道路 终究是我们的道路 如果想要道路走得顺畅 日子过得顺心 不妨好好地看透社会的规则 看透人与人相处背后的秘密 如此 相信未来的生活 我们会过得越来越好 有句话 想与各位共勉 人 知事故而不事故 才能活好这一生 相书相人难相见 此去万里人漂泊 人这辈子的常态是什么 那就是身处于一乡之中 很多大山里面地孩子 他们从小便勤工苦读 只为了有一天 能到省城读书 进而寄根于此地 组建一个家庭 成就一番事业 可就是人在一乡 麻烦事才层出不穷 一艘小船 本就习惯在平缓的渡河中行驶 可有一天 你让它辗转多条河流 到了狂浪狂风的大江中行驶 它能承受得住风浪吗 很多人一辈子闯南走北 遇到的风浪多了 也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想要自己能在江湖中安稳 就要减少别人的觊觎 想要生活平安 就要懂得隐藏自己 有些事 能不说就不说 有些人 能不见就不见 有些秘密 就算是烂在心底 也不能跟别人说起 因为你的秘密就是你的七寸 倘若有些秘密被人知晓 你将赤裸裸地暴露在灯光下 毫无安全 可言 人在一乡 想要家人平安 自己安稳 就必须懂得不与人言 人在一乡 不透露父母的情况 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老人们总是跟我们说 人在一乡 谈人谈事 不能谈父母 言多 不见得人能帮 可言多 终究是必失的 那个时候不太懂 为何不能父母的情况呢 自从经历过朋友的那件事后 也就明白了不少 朋友十八岁那年 就到了省城里去读书 毕业后 也扎根在此地 工作于此 落户于此 要知道 从家中辗转到省城 起码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 所以朋友很少回家 甚至有些时候逢年过节 只回去一次 有一次 朋友和一众同事到酒吧里喝酒 酒过三寻人就醉了 就在那时 朋友凭着醉意 便和身边的同事诉说起来 可终究是头脑不清醒 他甚至把自己的父母的情况全盘拖出 就连回家的次数 联系的方式也说得一清二楚 就在这不经意间 朋友酿成了大祸 所谓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有个心怀不轨的同事 把朋友的信息全然寄了下来 于是就打电话向朋友的父母撒谎 说朋友重病住院 急需缴费做手术 为了博取信任 他还把一切的信息 说得丝毫不差 朋友的父母不知道情况 也没问几句 便匆匆把钱打到账户上 如此 这位同事就把朋友的钱给骗了 后来 朋友收到父母的电话 才得知自己的父母被骗的情况 朋友感慨 事到严良 人心难测 本就是一个厂的同事 却如此心黑 人在一乡 父母的信息 是人的软肋 因为相隔万里 你永远不知道外人会有怎样的心思 唯有步步为营 明白权衡利弊 才能让父母与自己平安 人在一乡 少透露私人经历 在这个社会 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 那就是诚服 人为何要有诚服 就是要让自己的秘密 隐藏在心理防线之后 不让人难以窥视 也就让人不敢轻易地拿捏你 人在一乡 凡事不能说得太真实 否则 反而会被人抓到把柄 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 未敢全抛一片心 秘密这种东西 说三分是为了能与人和谐交谈 可留七分 却是为了把安全感埋藏在心底 不至于被人一眼看透 现在为何那么多人 总是把朋友圈设为三天可见 就是因为不想让太多不了解自己的人 去轻易地摸清自己 一个人 其实他的七寸很明显 就是他所经历的一切 比如说吃饭吃了啥 不与人说 是因为吃得好会被人嫉妒 从而引来招摇撞骗的人 可吃得不好 又会被人嘲笑 所谓恨人有 笑人无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人在一乡 越有一些小成就 就越要守口如瓶 不谈自己的秘密 不谈经历之事 以前老人经常跟我们说 观人先观心 摸人先摸底 倘若自己被摆到了台面上 会有怎样的感觉 那就是浑身不自在 就如同一举一动 都被人知晓一般 你根本就是别人手中的傀儡 有些秘密 比如说在哪赚的钱 在哪干成的事 啥时候拉拢的圈子和人脉 这一切 都是人的死穴 能不说 就不说 因为过分坦诚 只能是惹祸上身 人在一乡 不透露家底状况 人这辈子最要看重的 除了健康 另一样便是钱财了 可钱财之事 不仅会牵扯到自己 更会牵扯到自己的家庭 所谓钱财不露外人面 你的家底之事 不仅关系到钱财的得与失 还关系到家人的安与危 于秋雨曾说 人折腾人 人摆布人 人报复人 这种本事 几千年来 也真被人类磨砺 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人在一乡 最怕的也许不是 没了自己的钱财 因为钱财没了 可以重新赚回来 应该说 最怕的还是被小人 奸人缠上 以至于活得不自在 活得不安心 整日忧心忡忡 有诗云 历经世间多少事 方知平安值千金 经历多的就会明白 要想平安顺遂 要想生活安稳 第一件事就是要打拼 第二件事就是要守城 老话说得好 创业难 守业更难 如此 就像是家底信息 就能关系到你的成败与否 成家难 守家 更难 很多家庭遭遇别人的挑拨离间 遭遇别人的欺诈勒索 就是因为家底知识被别人掌控 以至于成为别人手中拿捏的软柿子 你无法反抗 也无法反击 人无论到了何种境地 都不能透露家底的秘密 因为它是你的根基 也是你在这个社会打拼回来的成果 要知道 要知道 跟别人说的太轻 没有奖励 只会引来白眼狼的捅刀子 人在一乡 唯有把秘密烂在心底 才能保平安 保钱财 保家人 保一生 随着岁月的流逝 每个人有所变化的不仅是年龄 还有身边的人 人越成长 其实所遇到的人会越来越多 而且也越难看清 你不知道对方是怎样的人 你也没时间去看清 然后便匆匆把他们请进了自己的朋友圈之中 说起朋友圈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应该就是微信朋友圈了 很多人一天到晚捧着手机在刷圈 就是在与朋友圈里的许多不认识的人在打交道 而且打交道的时间越长 人就会愈发感到迷惑 当人陷入朋友圈环境中时 很多人就会思考 对方是个怎样的人 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动态 他为什么要如此评论我 当这种迷惑的问题愈发增加 你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从手机里的朋友圈跳出来 看现实的朋友圈 其实问题都是一样的 你会思考 对方他心里在算计着什么 他对我是不是真心 他是个怎样的人 值不值得交往 这种现实的朋友圈之问 其实很多人都曾有过 只是纠结过 不愿说出罢了 现阶段很多人都说 活得不如意 活得纠结不顺心 说实话 与外在的大环境有关 更与你的大小朋友圈有关 要知道 大环境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可朋友圈中 每个人的做法 却是难测的 人活得不如意 是你的小朋友圈出现了问题 小朋友圈是什么 就是你手机里面的微信朋友圈 它和真实的社交圈子相比 多了一丝模糊和虚伪 虽然说现实的圈子也很虚伪 但就是这样的小圈 让很多人都感觉活得不自在 当你在某些聚会上 遇到一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时 以现在大多人的做法 第一件事就是问对方的微信是多少 然后共同在朋友圈中浅水滑水 当你收录的人越来越多 你会发现 能和你聊天的人没有多少 甚至除了亲人之外 一个人都没有 可你还是舍不得删除 宁愿花费点时间去分组 也不愿把和自己无关的人 请离圈子之外 有个朋友这么跟我说 现在朋友圈里已经接近两千人了 西里想删除 可又不想删除 删了又觉得可惜 以后有联系怎么办 不删又觉得站位太多 到处分组太麻烦 这个朋友的想法 其实和现在大多人的想法是一样的 除了必要的职场同事需要联系之外 其他的和自己没任何关系的微信好友 自己很想和他们一刀两断 可却心存犹豫 就是这样的犹豫 让你的圈子进入的人越来越多 以至于很多人的朋友圈都人满为患 每一次打理起来 都需要花费半天甚至更久的时间 当人越来越多 我们所面临的事也就越多 你会发现 有些好友不是什么懂规矩的人 总是在偷窥着你的生活 甚至有些人还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冷嘲热讽 和你抬杠 可就是这样的人 你始终还是把他们留在自己生命之中 不愿意放弃 说的现实点 倘若你和这些人 如今都没有什么联系 那么 你们未来也不会有任何联系 只是陌生人罢了 人活的不自在 就是你生活所容纳的人太多了 甚至你无法狠下心来去清除 有句话很现实 你犹豫不决的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琐碎的垃圾 不清除 只会是垃圾围城 人活的不如意 是你的大朋友圈出了问题 在手机里面的朋友圈还算好 至少都是些看不见的人 屏蔽拉黑就可以轻松解决了 可最难解决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现实的朋友圈 其实这种朋友圈就是一种圈子文化 哪里都有 就像是在划分人与人的战队一样 迫使人要在这样的圈子中发生转变 在工作中 你身边的同事们没有可能是完全属于同一个圈子的 大多是你一对 我一派 他一列 这样把人群划分之后 每个人就要选择位置 对号入座了 但是很多人就是在这里面尝到了不顺心的滋味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分两类人 一类是性格比较孤僻 喜欢独来独往的人 这类人能力很强 不想群来群往 只想一个人面对一个世界 而另一类人 则是进了圈子 却发现圈子束缚了自己 不仅让自己缺少了自由 更是被圈子里面的人所把控 成为了某些事的背锅侠 就是这样的圈子文化 对于喜欢交际 并且喜欢把控全局的人来说 应该是比较热衷的 但这类人始终是少数 而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 多是上述的那两类人 活得不如意的 也多是那两类人 有些时候 你想一个人去完成一件事 别人就会用另类的眼光去看你 说你不懂得合群 不懂得做人 然后他们对你进行口头上的声讨 你的心里也就不平衡了 这只是大多事件的一个小缩影 在平常的生活中 一大堆的圈子聚会和酒局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参加 因为他们觉得 一来不认识 二来又花钱 简直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可他们最后还是去了 只因为人在圈子 身不由己 当你生活的圈子 一天天向你施压 你也就一天天陷入困境 无法自救 也无法摆脱 圈子之事 不能泛滥 也应该及时抽身 无论是小朋友圈也好 大朋友圈也罢 说到底 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打搅了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处于捆绑的环境之中 只能随着圈子的方向行走 别无选择 俗话说得好 该断不断 必受其乱 面对微信朋友圈 如果当中有自己不喜欢的人 那么就尽快将他请离自己的生活 不要让他们信息话语干扰了每天的好心情 面对那些自己不愿意参与 也不喜欢打交道的社交圈子 能把工作的圈子应付好 就已经很不错了 又何必参与太多 烦恼了自己呢 喜欢就加入 不喜欢就退出 得不得罪谁 其实取决于你怎么想 曾有个知名的人 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他在亲戚朋友都到齐的时候 就悄悄躲了起来 认为他们发现自己不见后 肯定会寻找自己 谁知 当他们散尽归家了 也没有一个人发现自己不见了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 圈子的人太多了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你的加入和退出 其实都由自己来决定 我们所感到的束缚 其实都源于自己放不开的内心 人生短暂 又何必让圈子之事 惹得自己不开心 不愉悦 不幸福呢 往后余生 不喜欢的人就拉黑屏蔽 不喜欢的圈子就果断退出 你的生活 终究由你来负责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无法改变 无论你在另一半离开时 有多么哀痛 都要继续活下去 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 另一半的离开 带走了属于你的爱和温暖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生命 就将失去依靠 只要愿意相信 身边总有人在默默守护 但凡依靠他们 就能度过温馨幸福的晚年生活 人老了 仍旧要独立 但你不可能活成一座孤岛 总要与一些人互帮互助 如果有一天老伴不而在了 请你主动依靠这些人 如此才能过得越来越好 灵妖 依靠儿女 享受天伦之乐 有些老人在失去老伴之后 哀痛欲绝 打算随另一半而去 但这对于留下的人来说 是残忍的 除了老伴 我们还有儿女 他们同样需要你在身边 也愿意努力赡养你 在如今的社会里 每一位年轻人的生活都举步维艰 不可能拿出所有的金钱 但至少受到过你的恩惠的 他们会尽量给你陪伴 也会在力所能及的时刻帮助你 有一天你必须独居 可以偶尔给儿女打电话 也能通过长长的网线 感受亲情的温暖 当你身患重病时 寻求儿女的帮助 偶尔让他们端茶倒水 也不辜负这半生的努力栽培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不就是我养你长大 你陪我变老吗 无论如何 孝顺的儿女都是你余生的退路 他们不会抛弃你 你也要为了他们活着 在努力活下去的同时 和子女相亲相爱 这样的晚年依旧值得期待 02 依靠兄弟姐妹 感受亲情之暖 在现代社会 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 已经变得十分淡漠 很多人极少走动 只有逢年过节时 才能嘘寒问暖 但我始终相信 如果前半生彼此都互敬互爱 后半生也不会像陌生人那样冰冷 我们不常联系 只是因为生活太忙 如果有一天对方需要 彼此依旧会出现在对方身边 邻居张大爷 在晚年时失去了老伴 那时他有重病缠身 儿女们给打来一笔钱 但必须回到工作岗位上 看着张大爷孤单无一的样子 他们想到了张大爷的兄弟姐妹 打电话过去的那一刹那 张大爷心里没有底 毕竟这些年 双方的感情也总是不嫌不淡 可是没想到 得知道张大爷患病的消息之后 兄弟姐妹们立刻挂掉电话赶来 在张大爷的儿女力所不能及时 张大爷的兄弟姐妹轮流陪伴在他身旁 虽然对方出钱不多 但仅仅是这份陪伴就治愈了张大爷孤单无一的心 原来亲情从来不曾消散 他只是藏在成年人的匆匆忙忙里 被许多人忽略了 晚年时能够有相互陪伴的兄弟姐妹 是余生的福气 遇到了请珍惜 03 依靠不离不弃的朋友 享受人间真情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到了晚年截然一身 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未必是有血缘关系的人 而是一路走来相互扶持的朋友们 在这个愈加浮躁的时代里 仍然有人坚守着朋友之间的真情 并持着当初的誓言 他们在年轻时共同成长 在老年后彼此守护 就是这份浓厚的爱 让人感受到人间真情 也再一次坚定对于朋友的热情 人海茫茫 总有一些人与你相遇 但能够留下的寥寥无几 可只要有人愿意停留 就说明你们将牵绊余生 是彼此最重要的人 老了 偶尔依靠对方 哪怕只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陪伴和聊天 也能让你的生活散发光彩 只要想到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在爱着自己 余生变直了 爱人的离开证明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最应该依靠的是自己 任何人都可能离你而去 但就算是在强大的人 也总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此时不妨偶尔依靠这三个人去获得亲情 也能寻求对方的帮助 半生栽种爱 相信后半生总会有人与你相伴相守 哪怕只有一个 晚年也有望了